三个小混混 贼头贼脑地进入酒吧 很快就开始故意找啥闹事 老板出面制止 看得出他在努力地压制心中怒火 可这几个小子十分嚣张 还口吐芬芳 老板被激怒追了出去 却郑重埋伏 凉在了漆黑的小巷中 此刻也是一场江湖腥风血雨的开始 流氓刑警太秀 一大早就收到了结拜兄弟惨死的消息 立刻赶回了家乡温城 在灵堂上 看着兄弟旺财的照片 不仅想起了年少时的情景 旺财 太秀 庇虎 东焕 石焕 五个人是打小的结拜兄弟 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嚣张跋扈 一起被打得狼狈逃窜 还一起战败被埋 羞于喊救命 那就一起大声唱歌 早晚有人会听到 旺财抓了一条蛇 装在酒瓶里 几个人一起埋下 约定二十年后 功成名就之时 兄弟在一起共享 如今二十年不到 埋酒人已经不在 太秀敏锐地感觉到 葬礼上的气氛不太正常 旺财曾经是社团的 老大 因为要专心陪伴 意外流产的妻子 而退隐江湖 把位置传给了 集市结拜兄弟 又是亲小舅子的壁虎 可此时 壁虎等人 却并没有一丝悲伤之意 太秀来到案发现场 更加确定 这不是一起突发事件 于是开始调查 首先来到了混混聚集地 游戏厅碰运气 小混混倒是机警 撒腿就跑 把太秀引到了 几个同伴这里 但是这几个货 既然是够看不够打的 太秀的大长腿 把这些混混一顿旋风梯 虽然没获得 什么有用的信息 但也确实 好好地过了一把瘾 当天晚上 当太秀走在街上的时候 却被一群诡异的 嘻哈该溜子缠住 太秀被一群 古里古怪的该溜子 围在中间 还没搞清楚 这是什么梗 他们就发起了攻击 太秀出手是稳准狠 每一下攻击 都必有人倒下 刚想脱身 一面而来一对单车挡 太秀一个空翻躲过 好汉不吃眼前亏 拿起自行车扔过去 为了把自己留在这里 也真的是大动干戈了 今晚要全身而退 只能是奋起一战 做梦就没想到 这么大岁数了 还会在街上 与一大群中二少年火拼 虽然是老江湖出手 林立狠辣 但也有一些双拳 难敌四手 难免重重地挨了几下 寻找时机 边站边想办法走人 刚刚冲出包围圈 却被一辆黑色轿车撞倒 就在这时 老姚识患赶来 十几年了 两兄弟再次并肩作战 边打边跑 将路上的脚手架推倒 电线被刮断 一路火化带闪电的 兄弟二人逃了出来 对此 太球却对壁虎产生了怀疑 这里现在是汤的地盘 今晚这么大的阵仗 他怎么可能一无所知 并且他似乎并不热心 去查找凶手 第二天 与石焕一起 从昨天晚上袭击 他们的人开始查起 聚在一起各个凶神恶杀 分开就怂得一批 只有撅着挨揍的份 一通调查 竟然发现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东焕的学生 两个人直接来到学校找到东焕 不出所料 他果然早已经堕落 逼问得知 原来壁虎正在与一个大财团合作 要对这里的土地进行开发 壁虎却以放贷逼债的形式 从街坊相亲手中硬抢 这些人避避无奈 只能找上旺财 旺财虽然以前也是混黑道的 却为人十分仗义 得知之后 立刻找上壁虎 虽然自己已经退隐 但还是按照老大惩罚 做错事的小弟的方式 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重目睽睽之下 李子面子都是丢干净了 而与此同时 当初在酒吧闹市的黄毛 发现自己的两个小兄弟都挂了 他知道这是要灭口 无奈找上了识幻 说出了实情 当天 他们把旺财引到小巷 而最终下手的却是壁虎 太秀决定将黄毛送进警局 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他低估了此时壁虎的实力 这个宋水空轻直走向 关押黄毛的牢房 旁若无人的向里面倾倒 胖警察过来阻拦 发现这根本不是水而是汽油 宋水空瞬间出手 将胖警的脖子扭断 接着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向在场的警员发起攻击 手段十分狠辣 想开枪反击都没有机会 回身将大火机扔进牢房 黄毛瞬间被大火吞噬 石幻一家开车行驶到一个路口时 也被一辆猛冲过来的重卡撞翻 母性与哥哥东换当场去世 石幻命大 逃过一劫 太秀把壁虎约到 曾经旺财大哥买酒的山上 挖出那瓶舌酒 自己喝了一口扔给壁虎 质问他可否还记得当年的情意 可在壁虎心里 曾经那段兄弟情早已一文不值 随即将舌酒倒掉扔在一旁 已是恩断义绝 扮理完石幻母亲以哥哥的葬礼 太秀与石幻二人选择正面硬刚 直接杀到壁虎的大本营 无论有多么凶险 他们必须要给逝去的兄弟报仇 要给曾经那段情意一个交代 与几十个白银小弟展开了一场大混战 对方虽然人数众多 却并没有给太秀他们两个造成太大的伤害 一番冲杀进入了内室 这里相对外面人数少了很多 却更加凶险 各个手持短刃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凉在这里 狭窄的房间中充满刀光剑影 充斥着冷血和血腥 太秀与石幻两人相互照应并肩一战 摆平了所有人 如杀神一般出现在壁虎面前 宾客们见状都纷纷冷漠地离场 房间里只剩下壁虎和他的四大护法 这里才是恶战的开始 四大护法各个身手了得 与之前斗狠不同 四个人双双配合莫喜二打一 一时之间让太秀与石幻无从招架 壁虎坐在一边冷冷的旁观 四大护法招数确实凌厉 但是扛打就差了很多 太秀抓住机会 接连几下重击解决掉一个 这个女的十分阴狠 专门攻击太秀的伤口 太秀忍着剧痛 一拳打在她的膝盖上 横身而起 以解回旋梯将其搞定 接着与石幻联手解决掉另外两个 壁虎并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冲上前去 一刀狠狠地刺中太秀 石幻艰难地剪起地上的刀 用不缠在手上 太秀心中明了 紧紧抱住壁虎 石幻愤然起身 从背后将壁虎刺穿 与太秀两个人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脑海中都在回响 曾经那段不涉及利益 单纯的友情岁月 因为时间的流逝 有多少珍贵的情意被慢慢地掩盖甚至遗忘 而那恰恰是生命中最好最真的情感